新的一星期,新的美国星 哈啰,大家好,我是秋天枫叶 今天看到这画面,就只要我们要来继续我们的美国星时间啦 上个星期呢,我不是问了大家,对接下来美国星会有什么看法 就是我开始旅行过后呢,希望看到怎样的美国星 有观众留言,希望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看 我也比较偏它怎么剪,毕竟长度上可以比较好控制 其实也不好控制,只是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短 虽然我不喜欢长,我喜欢我长一点 可是我不希望我的影片长一点 嗯,对 总而言之,就暂时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吧 要不然一个星期可能跑两三个地方那个长度 来没什么人看,美国星会更加没什么人看啦 好啦,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美国星吧 今天是美国劳动节哦 没有巴士也不好叫计程车 好在之前已经事先联络了人事部主管 请他帮忙安排交通哦 所以今天是由我们的酒店即时来载我们去上班的 感觉超爽的 不过今天就是一个人打扫了15间房啦 但是看着退房跟留宿各一半哦 应该不会很困难吧 但我还是错了 房间都还挺脏的哦 但值得庆幸的是呢 这次大家给的小费都蛮多的 一共剪了18妹啊 不过由于昨天是我和X小姐负责整理这个房间的 我还得分他一半哦 而且途中有一位男同事也拿来了给我的小费 还另外给了我两美说是感谢上星期六的帮忙 这说的是什么客套话呢 只要你肯给钱 你的房间我都可以全包了 但我应该是没有这个能力啦 虽然我今天做的不快哦 但好在有三间房不需要客房服务 总算是在两点左右就做完了啦 之后就去帮X小姐顺道把小费还给他哦 顺便开玩笑的说 叫大哥我就把小费给你 当然X小姐那刚烈的性格肯定是不肯说啦 不过我还是给他了啦 整理完他的房间后呢 今天负责分派工作的那位比较严格的副主管来告诉我们 那位比较随和副主管又没有来了 不过呢副主管他自己已经整理好的房间 只剩下四间厕所 他来不及打扫 所以就想让我们去帮他忙哦 我们也就接下任务开始动手整理啦 不过也因为这样我们就做到了四点半哦 不晓得今天有没有1.5倍的时薪啊 有的话就太赚了 不过以之前 国庆日的经验应该是不需要讲太多啦 嗯对 真是外劳的悲哀啊 不过在回城的时候呢 我们又遇到了大麻烦 因为我们需要和另外一位酒店的X小姐的男朋友 和另外一位土耳其同学一起回家哦 但是他们的酒店最近人手严重不足啊 说要等到六七点才能回家 而且他们的精力坚决不肯送他们回家哦 真是惯老板啊 可恶 那么我只好去和祭司沟通看看可以怎么做啦 毕竟我们也是要赶着去做二工 不能躲到这么迟 不过一开始我不相信说成了七八点啦 即时就表示说不能等到这么迟 但是六七点的话其实还可以等哦 所以最后因为我和土耳其同学要赶去做二工嘛 就只好先搭计程车去二工那边上班啦 结果去到二工那里就看到那位讨人意的行动是在长厨哦 我也不想理他就自己去找试做了 但他真的是搞太多小动作了 结果做得超级慢 还给客人嫌弃他做三明治的肉太干哦 还有很多餐点没有出到 所以我就得着手处理他弄错的订单啦 到最后的最后呢 估计经理也是受不了了 直接拿过他的国产开始组了起来 而且他的心理数字其实也是很差哦 被投诉的时候还摔铲子 也不太注重卫生哦 拿回忆圈来插铲子 不止如此 因此要长出了他 连小面包在哪里都找不到哦 结果我找给他的时候 他还说我得了多少诺贝尔奖 明明就是你没好好找好嘛 结果估计经理也知道今天菜单出了慢的问题在哪里哦 之后他就让这位新同事洗了一整天的碗 不过今天电梯坏了啦 我还得一直爬楼梯去把脏的碗盘送上去给他哦 而且上到楼上的时候呢 看他那洗碗时一堆有的没的的动作 真的是伤眼睛啊 唉 好在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天呢 不然还要见这个同事多几天 真是有点受不了 最后一天啦 当然是要和经理要一份大分的三明治 当明天的午餐啦 就一样是经理在我们回家的 回到家剪了影片以后呢 就休息睡觉啦 今天是休息日 但其实我依旧是六点就爬起来了啦 为了解暗影十张的每日任务 跟消耗什么之他一些体力 然后就开始剪片啦 虽然中间一直在开小菜就是了 好不容易剪完输出后呢 就要开始压锁啦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的压锁工具的设定跑掉了 结果压锁就一直失败哦 好在最后有压锁成功啦 也成功上传了 之后呢 突而其同学来还我小费 已经我们都会把拿到的小费 给昨天打扫人哦 当然也是特定的人啦 你会给我我就会给你这样 他也顺道和我抱怨今天房间都很乱 一个人还要整理19件哦 让小费是一回事 最惨的还是有一个人没有来 所有同事就得在打扫完过后呢 一起去整理大会没来的同事的房间哦 结果他们全员4点半才打卡下班 真是辛苦他们啦 好在我今天休假 接着就是剪暗影十张的大赛影片啦 剪完过后呢 就开始准备包饺子的材料 不过我是没打算今天包啦 毕竟已经很迟了 最后在感觉今天没做到多少事情的情况下 就睡了下去啦 今天终于破除XLG的魔咒啦 今天一个人只要打扫14间房哦 不过昨天没来的同事依旧是没来啦 所以我们也得在打扫完过后呢 一起去打扫他负责的房间哦 今天的房间也是比较干净的啦 干净的连小费都没有啊 之前有一间房一直都是留宿 而且每天都会留6枚的小费 我俗称它为天使房 昨天 兔尔基同学给我的那小费 是从那间房间拿的哦 但是很不幸的 今天他退房了 却没留下任何的小费哦 只有一堆啤酒跟可乐 数量其实还蛮多的 本来打算今天拿到这6块钱的小费 就直接给兔尔基同学了 但他的运气真的有点不好啊 我也只能拿一罐可乐 然后把圣鱼的饮料全部都给他哦 当作是一点小小的补偿吧 当然在那之前 我还有分裂给祭司跟洗衣房啦 毕竟他们平时都带我们不薄嘛 而且又刚好遇到 至于酒的部分 就是分给洗衣房跟主管啦 毕竟大家也知道 我们宿舍不能喝酒嘛 本来我还想把昨天的6枚呢 分一半给他哦 但是他说不需要 那就算了吧 而且今天我速度其实也不算慢了 但当我要去打扫 没来的同事负责的房间的时候呢 被那位严格的主管开玩笑说 你来迟了 假的我赶紧问他们 蛤?你们已经打扫完了吗? 那副主管直接回答我说 Just kidding 再告诉我我需要去整理哪一间房哦 真是吓死我啦 我还以为我真的做了这么慢啊 不过他们速度是真的快哦 四个人一起打扫 我去到的时候呢 其实也就只打扫了两间浴室而已 其他房间他们都整理好了哦 也就是说 他们真是快的 连后面扬起的沙尘我都看不到啊 但毕竟我作为一个男人 太快也是不好的嘛 大家说对不对啊 最后呢 全员在3点前就都整理完啦 接下来就是回家休息 在回家巴士上呢 因为突而起同学要去买东西 就由我负责帮他把可乐带回家哦 但是坐在我前面的客人 不停的转头过来看着我手中的可乐啊 那我就尽量避免跟他有任何眼神交集 之后呢 他还和我说他很渴来疯狂暗示哦 本来我遇到这种暗示都是会理会的 更何况手上这些可乐都是给突而起同学的 我就回他说啊 对啊 今天好热呢 然后我就不理他了 回到家就开始尝试包饺子啦 制作流程应该会拍成另一支影片哦 不过这次的饺子我不打算用水煮哦 因为水煮很难带去给同事吃哦 所以我就打算做煎饺子 但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包饺子嘛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失败的 做失败我就自己吃啊 比较成功的就拿去给同行的朋友啊 室友的女朋友啊 等人去尝试看看 等到这面评价了过后呢 我就赶了一点面皮 准备明天再开始包饺子哦 毕竟我星期五才要把饺子拿去给同事们吃嘛 整理一下刚刚的战场哦 就差不多到了睡觉时间啦 不过话说回来啊 剩下肉直接煎成肉排感觉超好吃的呢 我都有一点不想包啦 今天开工前天待小姐突然跑来洗衣房 问我和X小姐有多爱她哦 我们两个就一脸懵逼的看着她 原来她是要我们去帮她查房哦 我检查了回来汇报的时候呢 这么说 除了没有小费以外一切正常 感觉我越来越邪恶了呢 没小费我就不喜欢那个房间了 今天又有旅行团来到我们旅店啦 结果我X小姐都拿到了11间退房的工作版哦 做起来实在有点辛苦啊 但是给的小费都蛮多的 算是心灵上有点危机吧 还有一客人留了一个手提包 说释放不进行李 我们想要就拿去 我就直接给了在通楼打扫X小姐啦 毕竟是一个女士手提包呢 我我怎么用啊 今天的速度其实我也不算慢 但退房太多了实在有点做不来哦 到了一点左右还有九间房 虽然有一部分原因 是我多手去把下水道的盖子打开 那个瞬间差点没透出来 还花了不少时间在清理她哦 好在之后有一个同事来帮忙 不得不说他们的速度实在是快的离谱啊 三两下都整理好的我剩下的房间 每次我在浴室插玻璃门的时候呢 那个同事已经铺好床了 好恐怖啊 但也多亏了她的帮忙哦 我才能在三点半下班啦 在等巴士的时候呢 我注意到我买了巴士票的X小姐不一样哦 才发现我买到的是老人和残障人士的车票便宜了一半 算是我赚到了吧 买了好几天都没有司机发现哦 算运气好吗 在回家巴士上哦 土耳其同学突然间问我打算及时拿特色的食物给恶公的同事哦 毕竟我之前告诉过她我打算怎么做嘛 我就说明天啊 但因为明天是土耳其同学修饺哦 她听到过呢 瞬间就一副很伤心的样子 问我为什么要明天 她也想吃 那我就说因为里面包的是猪肉啊 他们是穆斯林不能吃哦 看她一脸不悦的样子呢 我也只好答应她煮别的东西给她吃啦 回家过后就开始包饺子 只要包到一半面皮又不够啦 就再去揉了一点 除此之外其他部分都是蛮顺利的哦 经过一番波折还算是做好了啦 稍微分配一下锅呢 明天就可以拿去给同事们吃啦 再稍微整理一下 刚刚做饺子的战场后呢 差不多就到时间休息啦 结果今天巴士票不对的事情 还是被司机给发现啦 但这些巴士票毕竟是从另外一个司机手上买来的 他们也不怨我 只是询问了我是哪个司机 什么时候买的跟哪一辆巴士罢的 之后也就顺利到了酒店啦 到了酒店我就开始通知大家来吃饺子啦 其实也就是把饺子放在主管的位置 然后一个个同事去通知啦 即使老婆她主要的工作是在 学校食堂当主厨 因为开学了嘛 所以她也辞职了 所以我就另外打包了一份给他们哦 也拿了一份给之前 在星期六日在我们上班的同事的老公哦 毕竟开车的人是他嘛 但我家里还准备了一份是专门给 今天没来的洗衣房同事的啦 今天因为是土耳其同学休假 那就是由我去负责整理她平时整理的房间啦 但有鉴于今天我只需要打扫14间房哦 而且退房留宿各一半 还有两间是不需要客房服务的 整体打扫起来就很轻松哦 早餐时分呢 我就下楼拿东西嘛 那时我就发现 诶 饺子还有不少哦 老实说感觉挺失望的 就想说不会这些饺子不符合美国人口味吧 但是在我整理完后呢 发现只剩下两个啦 而且那位怀孕的16岁同事也没吃到 我就全给她啦 有点清醒大家会喜欢啦 不过今天虽然打扫得很快了 两点前就整理完了 但被主管要求两点下班 那我也只能照做啦 在打卡下班前 被洗衣方拜托去梅城楼送点东西 才发现今天是我最快的 而且主管要我早下班的时候 告诉我已经送S小姐回去了 我还以为S小姐早已经做完了呢 但这时我其实还看到S小姐哦 你问了之下才知道她原来是打卡下班后呢 继续留在这里打扫 既然今天早下班 我就想说早点去二宫那里送饺子 随道拿上星期的薪水吧 结果去到二宫那里发现 那位和我要特色小吃的经理还没来 我只好把饺子交给主厨 并请她留一份给那位经理啦 我在拿薪水的时候呢 还被另外一位经理开玩笑说 诶 学问学生不是免费做工了吗 我回答怎么可能呢 不过今天不晓得有什么活动哦 毕竟我到的时候呢 发现餐车也停在店门外 但好处是几乎所有的经理都在 那我就可以顺道通知他们去吃饺子哦 希望他们会喜欢我做的饺子啦 拿到薪水过后呢 那我就急急忙忙的赶去总站打巴士回家啦 回到家剪了一些神魔影片 煮了碗射尖买来的冬粉 再剪了点美国情况呢 差不多也是休息的时间啦 今天又是打计程车上班的日子 不过也就意味着早上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啦 因为我的书虎 这次的暗影十张大赛我并没有打进决赛哦 是还挺可惜的 下次我会多注意这部分的啦 那就在这里 给大家说一声抱歉 失明了 但今天也因此多了一点时间来剪片啦 而且今天造计程车的时候也出现了一点问题哦 首先我们有五个人搭计程车下两个地方 所以就需要找大量一点的车 但这就很难找啦 所以今天搜索了20多分钟都没找到 最后叫来了一班的计程车 看他愿不愿意载五个人哦 但是很不幸的 那位计程车司机不愿意载五个人 由于时间紧迫 我们只好找射箭看看有什么办法哦 好在射箭同意在我们去上班啦 所以就根据工作的酒店 分化好交通后呢 就各自去上班啦 在路上射箭表示他其实没有义务在我们去上班哦 我们也只能把和人事部经理 与酒店经理斗志斗勇的过程 和他说了 但看起来射箭也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我们也只能继续电邮人事部经理 希望他能做些什么吧 到了酒店我们就要直接开工啦 毕竟已经吃了嘛 当然我先是把饺子 给那位昨天没来的西方同事啦 还稍微的开了点玩笑说 啊为什么你昨天没来啊 我做的饺子大家都吃完了呢 太可惜了 他却一点很可惜的样子 然后我再拿出 我准备给他的饺子 我认真是太坏啦 开工前那位很严格的主管 还问我有没有看到他的耳机哦 两天前我是看到在我的清理车上啦 但副主管回去找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 不过我再去找一次 也是没找到那个耳机哦 而且这时候我才想到呢 昨天这位副主管也是休假 但是饺子已经没有啦 因为银银我是抱着把食材 清一清的打算做的 所以食材也没了 就一时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暂时就装着不知道呗 今天的工作超轻松的 不仅只需要打扫14间房 而且还只有4间退房哦 小费方面也不错 拿到一些牛排水果跟两个sub位 只是这个水果标示日期有点不对劲啊 明明今天才9月7日 却标上了9月9日出手 难道这是未来来的水果 而且昨天因为是负责 土耳其同学平时负责的房间哦 土耳其同学还拿了15美的消费给我啊 真是太赚啦 但我本来想延迟 煮给X小姐跟土耳其同学的计划呢 不敢实施了 这么望人赋予 我怕被雷公劈死啊 但我一问才知道 接下来几天他们都轮流有恶功 那我只好当宵夜煮给他们吃啦 回到今天的工作 我大概在2点左右就整一碗了 本来想帮X小姐了 但他希望我去帮他铺楼下一张 客人多要求的床铺再回来帮他哦 但是我铺到一半就被副主管要求 去帮另外一位男同事 我也只好在复命后呢 去帮那位男同事 不过我也没帮他帮到最后啦 因为今天最后一辆巴士4点 我打扫到最后一间房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3点50分了 所以我实在没有办法继续帮他了 只能先打卡下班 回到家呢 我就剪完美国薪 压制好了上船 之后就开始准备做面疙瘩给X小姐跟土耳其同学啦 这里就不拍小厨房啦 毕竟我没办法当时煮面疙瘩啦 烫头也是前几天就熬好的 这里就放他们吃钱的样子吧 好在他们都还挺喜欢的 老实说还有点担心不合他们口味呢 最后洗完澡处理一些事情 也就差不多得睡啦 今天一样是坐计程车去上班哦 但这次就直接分成两辆车啦 毕竟骑人坐的车实在是有点难找啦 X小姐还和我抱怨说昨天等了20多分钟啊 今天是有那位比较随和副主管分派工作 我一样被派去打扫昨天的房哦 不过由于是最后几间房 我只被分派了13间房 其他人都是一个人要打扫15间哦 不像是那位严格的副主管 会分派给最后两个人14间房 个人是比较喜欢那位比较严格的副主管的做法 这次算是我赚到呗 而且今天也是只有6间退房 我就有点想吃蛇一下啦 这样土耳其同学来找我下楼吃早餐哦 我就跟着他去啦 当我吃蛇大忌正在死死的时候呢 竟然有同事已经坐完上来帮我咯 而我也只好加快脚步清理啦 原本他只打算帮我补退房的床 但听到我只剩下一间房是退房之后呢 他便决定直接帮我到最后啦 但因为那位来帮忙同事速度是超快的 就是前几天的那位 我也只能加快脚步来打扫啦 我的吃蛇大忌啊 比较惊悚的是 今天竟然在一间房间里捡到两颗子弹了 里面貌似还有火药哦 虽然这在美国应该算是正常的吧 不过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哦 之后就交给副主管了 毕竟这东西很危险了 如果直接丢垃圾桶的话 放到压缩机里面去 应该会很好看哦 之后便去帮S小姐啦 其实我也没帮多少 就帮忙打扫了两件 毕竟新同事已经来帮他咯 而且打扫到一半 我又听说早前的那位新同事没来 所以大家都在整理他的房间 那我也就过去帮忙啦 但是我到了时候其实已经蛮迟了 所以只剩下一间留宿的房 可以给我整理啦 毕竟其他同事是真的快啊 作为一个男人 我觉得我的速度完全没问题啦 因为今天是搭计程车的嘛 还得等S小姐的男朋友哦 所以我们就打算先补充 清理车上的物资啦 补充完过呢就打卡下班 S小姐联络了他的男朋友 发现他还有二时间放到整理哦 看他们酒店人真是很缺人手啊 无奈之下 S小姐只能贱和我 还有兔威器同学搭计程车回去啦 当然兔威器同学是去做二工啦 回到家揉了点面粉 打算给几个快回家的同学 煮点面疙瘩吃 但由于锅子是在他们那哦 等到他们的锅子来 我的面团其实有点干了 只能再加水揉一揉 不过由于这次煮了其实有点多 导致最后成品有点失败哦 但由于汤底其实不错 他们还是觉得蛮好吃的啦 不过也因为煮太久了 而且他们都吃了 剩下的有点多 我只好拿去到处分啦 但那个时间点其实大家都已经吃过了 就剩下一点我也只能忍痛倒掉啦 毕竟我也吃饱了嘛 中间我还为了处理剩下的食材 还炒了一点冬粉 就看起来我的食材都差不多用完咯 但是最后在整理的时候呢 发现房间里面还有三合意大利面啊 冰箱我一直认为是室友的萝卜 原来也是我们的 原本能吃完食物瞬间变得吃不完啦 唉 头好痛啊 好啦 这星期就在我不停的下厨 跟烦恼怎么吃完剩下的食物中结束啦 我是只能没想到同行的朋友 可以在我做恶功的期间 完全不理会他买来的这些食材 跑去和别人一起吃饭 这样的行为不仅是浪费钱还浪费食物啊 我好不容易把萝卜啊 洋葱啊 蒜头啊 火腿啊 等食材给消耗完咯 又看到这么多意大利面心情真的很糟糕 唉 当初就不该让他自己去买食材 希望我有办法处理掉剩下的食材吧 好啦 今天的美国星就到这里 先展开一段落啦 我是秋天枫叶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 按个喜欢 请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 那就这样啦 我们在下一期的美国星再见吧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